Hello 很久沒見 最上一次已經差不多整個月之前 因為那次做過Promotion 整個月都很忙 因為反應很好 多謝大家支持 終於搞定之前的訂單了 現在準備出這個Christmas Set 如果最近有上去我的網站看到 越來越多這個Set已經推出了 不過其實還有少許 還未更新 今天就特意抽了一些時間出來 就想拍一個review 就是這個Alima Pure 究竟它有什麼Christmas Set 我想其實不少人已經試過它的粉底 Alima Pure 如果你不是那麼熟悉這個品牌 其實它是一個全天然的礦物粉底 它除了粉底之外 也有眼影和胭脂之類 它的好處就是 真的一點都不刺激 而且用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那個顏色也是完全不會掉 不會變 所以它的遮瑕粉也是其中一個很出名的產品 這次主要想說一下 它的Set裡面有什麼東西 首先說一說 它有這個brow Set 一個眉粉 一支眉筆 一支眉掃 還有一個是用來掃眉毛 或者是眼睫毛的一個掃眉 還有一個的 泡泡 這個brow Pencil 它畫出來其實真的很滑 而且顏色是很柔和的 其實它還未出這個brow Set 那時候我通常都會用這個 Mahogany的顏色去做這個 眉毛的這個顏色 因為它出來是很柔軟很漂亮 啡啡的 一點都不會覺得 塗完之後出來變黃小虎那些 是不是叫黃小虎 這個Alima Pure 給我的一個感覺 它就除了真的一些東西好用之外 它那個包裝 所有的掃的Quality都很好 好像譬如它這個 泡泡一樣 其實一般我打算 都是泡泡一個 但我仔細看 原來是Made in Germany Germany的一些 可能泡泡和Tweezerman 是不是那個牌子 是出一些夾眉毛的一些 Tools 都是Made in Germany 那這個呢 確實刨上來 是很貼的 感覺上是很鎮 所以就 這個也是 我覺得值得賺的地方 因為它做到一些東西 是很細緻 而且很漂亮 好像它這個 會用來 梳折毛的一個 褲子 它其實是這個 可以這樣分開 之後呢 就在這邊掃 它是乾的 就不同 我們在街上 買到那些 兩邊都是膠 我覺得那隻就掃得不太好 這些呢 其實我之前也有用開 在一些乾的物料 去造成一個梳 那當你梳的那些節目的時候 真的梳得好很多 Ground Brush 很細緻 因為它呢 真的做到很幼 很薄 那你上的時候呢 因為我沒有用它 我用了另一隻 不過它用這個呢 它是可以做到一個很幼細的效果 那這個也是非常之好用的 它這一套裡面就有兩個顏色的 一個就是Medium 其實它有出Light Medium and Deep 但是呢 我就試過Light 就真的有些太淺的 一般可能是金髮一點 就會適合 那所以呢 我就go for這個 最淺的呢 是Medium 和這個Dip的 Medium呢 就是你看到這隻顏色 是比較淺色一點 可能染了 染了頭髮 啡色的 金金的 啡啡的 其實用這隻 應該OK 如果再不是呢 可能我現在染了深色一點的頭髮 剛剛 就用Dip都OK 但其實一般來說Medium 我就覺得已經是 就是效果比較淺 那些 除了是 黑色頭髮 可能你比較喜歡一些 眉毛比較 Defination比較 粗一點的話 就可能是用Dip 比較適合你一點 突然間呢 我就很想說一下 它那個Brush Set 因為它這個呢 就有7支的掃 那就是 因為其實它除了它的粉底之外 真的配合它的一些 Foundation Brush 還有一些 Concealer Brush 那些東西 真的會 效果好很多 那我也試過用其他的 例如Elf 或者是一些 Real Techniques 或者是 總之其他的 Powder Brush 想的時候 真的會 沒有那麼 Coverage 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貼 還有 爪粉真的沒有那麼好 那我自己 尤其是那個 Concealer Brush 這個的設計 真的 給我眼睛 之前的影片 也介紹過 當你 上了粉 在那邊 那邊 然後上去 這個 淚溝位 的時候 真的好像 塞進去你的 紋裡面 就是 效果是很好 而且 感覺真的不像用緊粉 有客人呢 我幫他們試的時候 我幫他這樣 點點點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是什麼掃呢 感覺好像一個海面 所以 他這個很好 我試過用另一個 差不多的 也是這樣的 但其實 爪粉沒有那麼好 而且他 塞進去 那些紋 那些位置 的時候 真的沒有那麼貼 所以這個 真的是一個 很推薦的 還有他這個 Powder Brush 走不掉了 就算不是用 Pure 本身的粉底 我用 可能其他 還有一些 compact 狀 兩 二 鍵的 那些 那個finish 都很漂亮 Airbrush的效果 所以我很喜歡 還有 它有什麼掃呢 就是胭脂掃 這個胭脂掃 跟平時的 好像有點不同的形狀 它會比較密一點 這個 實一點 那上 Alema Peer 那些 胭脂 真的 出色很多 如果不是 我就試用其他掃 它 老實說 我覺得Alema Peer 那個胭脂 就 不出色 我覺得 顏色不夠出色 那我真的要用它這個掃 然後再上 這樣才會出色 當然 也可以用在其他一些 其他品牌的胭脂 都可以 也會比較容易上色 所以這個 都OK 不錯 另外就是 它的 這個眼影 除了眼影 除了眼影 之外 可以用來上色 亦都有一個好處 就是拿出外 用來 例如有時候 這些 有些 脫了 或者是 卡了 那時候 其實 這個情況 但有時候 用一個比較小的掃 去 推開一些 比較細節的位置 其實比較好 這個用處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 剛才我說過的 那兩個 眉毛掃 梳眉的掃 還有這個 眉掃 亦都會在這個 set上 另外就是這個 detail brush 如果你有些 粒粒暗瘡的時候 這一枝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試過用 它這個 concealer brush 平一點 便一點 這個 可能是放一些範圍 比較大 還有類型的 但它這個 這麼細節的掃 是真的 說你需要用它 遮 一點點 遮 上去 因為我試過 一粒遮 上去 一搭上去 好像沒有了 已經遮 遮 然後 可能在邊 再這樣 塗 其實整顆 已經失敗了 所以 這個也是 很好用的 blush 這裡 總共 七個 產品 所以 這個掃 整個掃 如果單買完 全部 就一千三百三十 現在這個 Christmas set 就是一千零六十四 所以省了二百八十幾 沒記錯 它有分兩種顏色 一個就是 啡色和黑色 啡色呢 其實全部 它裡面 就包括了 這個 眼筆 有 墨膏 還有兩個 眼影 一個 用來夾眼睫毛的 夾 還有一個 剛才說的 Pencil sharpennet 這裡 整個是六件 啡色系列的話 它就會有 眼影 所有產品 都是啡色系列 甚至這個 Mascara 它那個 眼影 大家看到 其實它就是兩種顏色 一種顏色 就先用來打底 另外那個 Expresso 那個顏色 就是一個 用來做 Shadow 一個 眼影 Expresso 其實除了 用來做 眼影 之外 也可以用來做 眉掃 這個叫做 Eyeliner 因為 Alima Pure 所有那些 比較深色的 眼影 噴一噴水 上那個掃 然後 再上這個 眼影 其實就變成 一個 眼影 這個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我自己都 挺喜歡 用的 不過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 因為要噴水 可能就覺得 繁複一點 但我自己試過 可以接受 這個 另外一個 多用途的方法 另外 想講講 很多人 通常一問 眼影 的東西 就是這一枝 第一個問題 一定是問 是否容易脫 我想告訴大家 它 確實 不會說 一定不脫 它 我自己 比較喜歡 它 油滑 因為 Alima PURE 所有這些 刀類的東西 真的很滑 它做得很滑 如果我想 滑一滑 它做 眼影 之後 效果一定是 希望它 柔軟一點 而且在上面 一定要加一些 眼影 它就會 沒有那麼容易 我自己就 就是 用處 可能就要這樣 而且Mascara那裡 有個 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的掃 是膠的 物體 塗的時候 其實它 我真的覺得 比我之前 介紹的 Last Project 那個 真長節目 和全天然那個 雖然那個真的很好用 但是那個掃是比較大的 所以 我當我塗下眼睫毛的時候 就可能 這個掃 好呢 就會好一點 因為 它塗的時候 這個 會沒有那麼容易 弄到 我的眼睫毛 其他位置 所以 值得讚的 就是這個地方 另外呢 想說說 老實說 它這個夾子 很漂亮 真的很喜歡 它那個顏色 是完全配合它 全部產品的東西 感覺是 很 很漂亮 就是它所有的 你無論開的時候的感覺 我等一下會說 尤其是它的 唇膏 一開的時候 我覺得是 很有那個 Counter 就是普通Counter 那些比較 Luxury的牌子的感覺 就是 扭出來的時候 那個 Smooth的程度 然後 那個感覺是 你刪下去的感覺 是覺得 是很 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它 這個夾也是 這個顏色 我真的 很少見 它有些 啡啡的 有些少少 Vintage 但它又很漂亮 Anyway 除了這個看法之外 有個 不好處 就是 可能它真的 作為外國人的眼睛 你知道它們 是大一點 闊一點 所以 它這個 我夾的時候 是要分開了 分開了的意思 可能我用前邊的這一部份 去夾我的眼睛 然後 就要 繞到後面 再夾我的眼睛 那它就 做到它的功效 夾得到的 但就可能要麻煩一點 因為我的豆豉眼 是 小一點的 所以就 用這個做 有些這樣的情況 但可能有些 大眼一點的 你們 都用了這個 可能都沒問題的 對 它的原價 如果分開來加 就845元 那它現在的 這個套裝 就是680元 那除開眼影 其實都值得的 好了 那黑色那裡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兩個 就是 最主要的分別 就是 眼鏡和 是黑色之外 那個眼影 就會 再有些不同 就是 它的 底色 就會變成 做 這個顏色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是白白的 給你打底 然後 就有一個叫 After Hours 這個顏色 那它 是少少 暗閃的 但是 很柔軟 它不會說 很大顆的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 黑色 我覺得如果它全黑 感覺 有少少 啞 它這個 就會比較 涼窄 我自己都OK 蠻喜歡的 這個叫 Eye Set 它裡面有什麼 有四樣東西 兩支的 Eye Liner 還有兩盒 Eye Shadow 那 就很搞笑的 我看的時候 就買了一個 Green Set 因為我看到它的顏色很漂亮 有 啡系的 其實Eye Liner 也有啡系 Eye Shadow 也都是啡系 有些是 有一個 也是用來做Base 有一個 用來做一個 深色一點的 陰影一點的 位置 Eye Shadow Eye Liner 也是有兩支 但是 那時候 我就沒有留意到 原來這一套 它的原意寫著Green 我就覺得這麼奇怪 是不是Eye Shadow 是Green 或者Eye Liner是Green 為什麼它這一套 裡面寫著 綠色Green 這樣 來了之後 才知道 原來 Green 是用一些綠色的Iris 不是我們 我們是啡色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人喜歡戴蛋 因為很久以前 我喜歡戴有色Color Con 的時候 我都喜歡戴綠色的 可能那時候 就是 用這些Eye Shadow 可能比較濕 但是 其實我就 覺得它這個顏色也百搭 只不過是 可能 綠色的眼珠 會更加突顯到 就是那種綠色 就是塗了這個Eye Shadow 可能會更加突顯這種綠色 其實它本身的願意就是這樣 另外 也是 買了一個 叫做Blue的東西 就是 給了一些藍眼睛 其實我看過 試的顏色 如果是戴灰色的 大眼仔 或者是 Color Con 的話 這一套 Eye Shadow 都可以用到 因為它的顏色 真的很漂亮 我也很想試一下 真的戴灰色的 Color Con 然後試 因為它這個顏色 我經常見到 在美國那邊 我見到他們真的 那些藍眼睛的人 他們配這兩種顏色 之後 會覺得那隻眼睛 特別漂亮 特別 那個Blue的Color 特別出來 而且它這個Eye Shadow 真的很漂亮 不過我不會放棄它 我會試 可能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就要戴灰色的Color Con 因為我一般的藍色 好像有點太不適合 另外它也有這個眼睛 對 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 會想試一下這些 如果有的話 它的價錢 特價是388 即是說兩支眼睛 和兩個眼睛 特價了388 所以 都OK的 如果你適合的話 我們要來吃 有一個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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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 阿里麥姆劍的系列已經介紹完了 其實我還有很多聖誕套 希望我會快點拍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有問題可以隨時在FB問我 我們遲些再見 拜拜